大家好,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广告 我们在5月19号到5月24号 准备组织大家到东北的两座历史文化名城 沈阳和锦州进行游学活动 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我比较熟悉的 比如像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军事战争,政治制度 这些东西我比较喜爱 所以民族史地区是我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比如像东北,契丹的辽,女真的金 满洲人建立的清等等 很多民族政权在这都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此比如我们来到沈阳,可以看到沈阳的故宫 扶陵昭陵,太祖太宗的陵秦 另外我们还能看到大帅府,东三省总督府 整个清代乃至民国初年的历史都可以一览无余 另外就是辽宁省博强烈推荐 去了你就知道了 锦州又是历史更悠久了 历代甭管是中原王朝还是少数民族王朝 对此都大力的经营 比如八大辽构之一的义县凤国寺就在锦州 还有你比如说北镇一五履山 五岳五镇当中唯一在东北的镇山 北镇庙是明代以前就修建好了的 美伦美幻,古色古香 瑞英寺,东北最大的藏传佛教庙宇 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值得一看 特别值得一看 如果您想报名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期待在沈阳锦州与您同行 好 书归正传 提到中国古代的法律 各位可能都略知一二 有一个刑法叫做株连或者连作 一个人犯罪了之后 全家甚至邻居受惩罚 统治者希望通过这种严刑郡法 把族人卷进来,构成一种人人自危的环境 这样就能让每个人为了自保 主动监督别人 从而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除于无形 千百年来这个制度一直被沿用 那这个制度怎么产生又怎么被废的 咱们今儿聊聊这个 这种制度在中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根据上书记载 商汤在出征之前曾经训令威胁部下 要求他们在战争当中听从命令 否则就会罪人以族 将犯罪者连同他的儿子一起处死 这可以看成是连作制度在文献上的最早记载 到了战国时代 这种连作制度推行的就更为普遍了 当时有不少贵族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 都会被灭族 扁形上进警工的时代 公卿赵家跟土岸谷不合 土岸谷设计陷害赵家 在国军面前举报赵家的前组长赵顿谋反 赵家因此被灭族满门抄斩 这个时候赵顿已死 现任组长赵硕无法幸免 但赵硕之妻是晋国的庄姬公主 因此并未遇害 赵硕被杀 国军把公主接进皇宫 当时公主已然有孕 进宫之后生义子取名赵武 庄姬公主担心婴儿也被杀害 就由门客成婴扮作医生 把婴儿装在药箱之内 偷偷带出宫去 15年之后 赵武才知道自己是赵家后代 立志报仇血恨 这就是传统戏曲赵氏孤儿的历史初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赵氏满门被诛的时候 发兵绞杀赵家的晋国主政大臣叫鸾书 死后家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史书记载 鸾氏随后也被排挤 后来禁杀鸾氏之族党 鸾氏武士为亲 自此父王 这个时候的这个族内连坐 只是潜规则 没有纸面上的规定 到商鞅变法 连坐开始走向制度化 如果一人犯了重大刑事案件 不仅自己要判死罪 全家三族跟着死 就是诛灭祖孙三代 此后秦国法律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加码 不仅诛三族 后来呢发展到诛七族 从曾祖到曾孙杀个干净 你比如说刺杀秦始皇被随的荆轲 七族都被诛杀 以至后世先有这个姓荆的人了 这里边呢 有荆家人被屠灭的原因 这个还有呢 就哪怕有人侥幸活下来 都改名换姓 不敢再姓荆了 此后历朝历代 虽然政权频繁更迭 株连制度呢生生不息 其中出过几个特例 比如汉文帝就是呢 禁除收躺相作律令 就废了这个株连制度 在这个期间呢 他也差点恢复这项制度 高祖陵墓里的东西被偷了 犯人捉拿归案之后 交由负责司法的廷尉审讯 时任廷尉张世之 给出了弃势处展的判决结果 盗墓贼的家人不受牵连 文帝呢听了大怒 觉得盗皇上墓罪大恶极 属于大不敬 不把子孙三代都杀光了不解气 张世之就赶紧解释 说依照先行法律 弃势已经是最高处罚 今天不杀盗墓的全家 你觉得不解恨 那要是明天有人在先帝坟前挖土 这破坏风水 比盗墓还严重 那到时候你怎么判 汉文帝听完这话呢 又跟这个博太后商议了一下 就批准了张世之的判决 在这些大臣的影响之下 汉文帝一生实行这个 宽行省域的这个政策 所以他的时代呢 才会有范碧伐金 低营旧富 这种很人道的故事 不过汉朝啊 只有这一代是特例 往后这个景帝五帝都没少灭人族 尤其是五帝 主父眼 魏清 贯夫 李广 这些给他立下汉马功劳的人 都被他灭族了 在他执政后期 特别是丞相这个职务 成了高危职业 保不齐自己什么时候就招惹皇帝不顺心 就会就一灭三族的下场 五帝晚年立公孙鹤为相 公孙鹤一把鼻涕一把泪 坚决推辞 五帝很不满 说不想干就滚蛋 公孙鹤明白要是再拒绝下去 可能立刻就得死 只能战战兢兢接受了这个活 果不其然 当了十年宰相 卷进巫谷之祸 还是落了个灭三族的下场 族灭这种事啊 多建于中原王朝 游牧民族啊 比如说蒙元 一开始不吃这套 哪怕是蒙古王公犯了谋反大罪 也就是裹着毯子里 让侍卫给他们摇 摇晃死 黄金家族的子孙不能出血 什么时候给你五脏六腑 晃罗罗位 骨子换撒拉架为止 子孙照样是荣华富贵 承继思汗死后 韩魏传给了儿子倭阔台 倭阔台在十几年后病死 此时正值长子息争 大部分宗王都不在韩庭 承继思汗的右弟铁木哥 想趁机呢 佣兵进入韩庭自立为韩 但蒙古人班师回朝十分迅速 铁木哥听说大军回来 就立刻怂了 回到自己的封地 这个蒙古的第三任大韩 贵尤寒登基 把铁木哥以谋反罪处死 按照中原朝廷的做法 铁木哥的子孙也得上断头台 不过呢 他们不但没死 反而是继续继承了铁木哥的爵位和封地 还有呢 和忽必内争位的阿里布哥 两个人为争夺韩位 打了四年内战 阿里布哥呢战败被囚 尽管他在夺位之战中失败 哥哥忽必烈也没敢效法中原王朝 大肆诸连 只是处理了阿里布哥的家臣 至于参与阿里布哥叛乱的诸王 忽必烈不予追究 阿里布哥的几个儿子依然盘踞墨北 忽必烈也没有以此为由 把他们贬为庶人 只是把自己的儿子派过去 一点一点架空他们的权力 这倒不是皇帝宅心人后 而是皇上需要这些人给自己卖命 都杀了没人给我干活了 咱们这个民族就这么点人 到了蒙元忠后期 政权稳固下来 开始搞内斗的时候 就开始斩草除根了 元顺帝登基之后 文宗那一支势力立刻遭到清算 因为文宗跟明宗是兄弟俩 文宗死后皇位先后传给了明宗的俩儿子 就是宁宗和顺帝 此时文宗的皇后皇子仍然在世 他们活着对顺帝是最大的威胁 于是文宗的皇后被耻夺尊号流放 不久刺死 皇子也被流放 半路被人敲咪咪的就害死了 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明清两朝 这个皇权发展到巅峰 那这种苏联制度肯定是不会废止的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扬光大 最有名的辅佐 太祖大天下的韩国公李善长 太祖得天下 文靠李善长 武靠徐达 按道理讲文人不封诀 结果李善长封韩国公 开国六国公 后来又晋升了仨九国公之首 七十罗岁 封竹残年上法场开刀 那方孝儒这个跟明成祖时代 明成 这个大家都知道建文帝的明成 成祖让他起草这个成祖继位赵书 他不肯 最后成祖说我诛你九族 方孝儒说你诛我十族我也不行 好诛你十族 连朋友学生都杀 那就这样 所以这个株连制度更是登峰造极 一直到清朝末年 这个制度才被废除掉 二十世纪初朝廷推行新政 现代法律也是新政之一 所以刑部右侍郎沈家本 外务部右侍郎武亭芳 在1905年主持起草新法 这套新法跟世界法律接轨 废除了种种不人道的制度和刑法 其中就包括株连 现代刑法讲究的是罪责己身 无论罪行轻重 都是罪犯本人承担责任 罪犯的家属子女和案件没有关联 属于无辜群众 如果搞株连 是剥夺无辜群众的合法权益 因此呢 这种株连制度的结局 就是一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好了啊 关于这个株连制度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